好,喜愛幸福臺灣微笑朋友的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的5月9號也是母親節 為您現場來到現在來到這個地方呢 就所謂的臺灣最北最北國之北疆的地方 也是北疆中的唯一一個小島就是大丘島 那大丘島現在走到這個地方是大丘的景觀生態步道的部分 那可以看到正前方就所謂的整個馬祖的 也就是非常棒的叫秦碧,秦碧山村 那秦碧山村跟大丘呢合中一個整個愛琴海 在愛琴海可以看到兩個橋墩 也是在昨天的整個聯合新聞網 他在介紹台灣即將成立第二個的暗空公園 屬於是整個非常生態的地方就會落在這個大丘島 所以接下來呢預計看一兩年之後呢 如果蓋了一個跨海大橋 一般的民眾呢可以從大丘 從這邊橫跨到北竿 或從北竿的大丘 欣賞整個無光害的一個地方 不管欣賞藍人類 不管是夜晚的整個星空呢 馬祖的大丘島是你的不二的選擇 也希望在整個台灣第二個的暗空公園 第一個在河歡山 第二個在大丘 來這次歡迎你 掰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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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作詞 鳳梅 阿蝶 谢谢大家